請你做一些問題問一問三 再說一說九龍城寨電影的創作 莊程先生 九龍城寨就是你小時候長大的地方 你這次看回的時候 跟你以前看到九龍城寨相不相似呢 我覺得我們美術部是魔術部 魔術部是 即是直接是時光倒流獸人 很像 很感謝美術總監和郭教 但這次製造九龍城寨當中 最大的挑戰是甚麼呢 九龍城寨這部電影最大的挑戰 就是找導演肯接受這個挑戰 找得很辛苦 對 很辛苦 主要運動 現在超額完成 恭喜 好 掌聲 謝謝 謝謝 那麼來一位監製二位帥先生 在九龍城寨這部電影裡面 其實除了九龍城打造得很漂亮 人情味都是很濃的 兄弟情 私童情 人和人之間都有感情 其實在拍攝的時候 你是不是和導演都溝通了 希望將情這東西 甚至是在田中多一點的呢 這個都是弄演加下去的 因為當時我們說拍九龍城寨的時候 因為他的漫漫很多肩幅的時候 最難的應該是怎樣去選擇 最後導演就加了很多 由八十年代的城寨開始 講一些人的人情味 動作就 賦予一些真正的感情 才有些動作 OK 謝謝 剛才都說到 莊陳監製都說 在找導演裡面是很辛苦的 我知道是三苦草勞 才找到鄭保瑟的導演 願意出手 當中的考慮在哪裡呢 就是這四個字 九龍城寨已經要很大的考慮 是 我想不是我一句話答應 譬如我和我的團隊 和我監製和我美術團隊 真的很有肯去接受這個挑戰 去還原那個城寨 因為你知道我們做得就是希望 因為片名就叫港龍城寨 你不能避開的 然後你就要有我們希望能夠真正還原到 除了城寨 就是八十年代的那種味道 或者是人與人之間的那種關係 或者是那種文化你要出現到 我一開始莊先生好 老闆好找我 我都不敢一口答應 但是真的 回去開會 到我們真的很踩下去做個research 的過程裡面 你慢慢理解到城寨 一件什麼事的時候 我們自己都免得了 那我們就好了 做吧 盡力做吧 幸好你說好久做 才會有這麼好的電影面世 給了掌聲 多謝三位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三位可以稍時休息